嗨,大家好,我是David,今天是5月27号,星期六 我这一盒四颗恶劣哥尔熊寺是4月7号开始种的 那么现在是一个月20天,长到两尺多高了 看,这个它的杆很粗壮,因为我用水肥充足 然后从4月27号种出去以后,一个星期左右发芽 出芽了,就开始拿到外面去了,晒太阳 所以呢,它长得十分健壮 有经常用这个Compost Tea,腐质涂水味 长得很好,由于现在呢,我土地亚地,长周末已经过了 看天气预报,下这星期以后,周夜温度都很高 白天是20多度以上,晚上都是十几度了 所以呢,再加上这个西红寺,现在长得已经满盆了 开始往侧边长了,叶子长得很丰盛了 所以我准备今天就给它种到的大盆里面 我这四棵呢,我今年只有这四棵西红寺,不想给它种到地里去 就种在盆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你育苗不要太早 太早了的话,长得太大 你看,你到时候又不能种出去 又不断的换盆,你家里会有那么多地方吗 我这个是4月7号种的,现在已经满盆了 那么,这两盆辣椒也是 但是辣椒呢,因为它长得稍微慢一点 加上现在,它你看 这个小盆还有足够的空间 所以呢,作为辣椒呢,我还要再等一等 既然它有小盆,有足够的空间让它长 小盆里面呢,更好四笼 搬来搬去也容易,浇水浇肥 一点点就行了,你送到大盆里面 或者送到地里去 那你也不能搬了 然后,浇水浇浇肥可能浇更麻烦一些 既然它这个根系,在小盆里面 还注意供它水分营养和空间 你就不要着急,特别撒辣椒 6月份以后送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太早,太早了以后冻了反而不好 还有这两个姑娘 你看,上个星期好像是十天之前给大家做的视频 每一个星期都是不一样 这两个姑娘也可以稍微的放一个星期左右 就看如果长得再大了再一 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把这四个雄四种到大花盆里面去 这个地方准备了四个大一点的花盆 五加仁的花盆 雄四种在盆里 如果是正常的雄四,至少要五加仁的盆 才能长得好 这样呢,我盆里这个土已经放了一半了 配土还是我的原则 腐质土三分之一 garden saw一般的就是花园土三分之一 那如果,你有一些 皮特帽的时候可以回来消架一点 一般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composed和花园土 因为盆里的土要输松一些 太实了,花盆也沉 然后呢,它会继续,不容易生长 然后西红四呢,我把这个先拿出一棵来 你看,我这个西红四长这么高 那么西红四可以种的时候可以深种 就是把它的叶子,底下的叶子呢,给摘掉 那么埋土呢,你可以一直埋到这个 这个茎都可以埋进去 它和其他的植物不一样 其他的植物,特别是一些灌木,花卉 你那做呢,他们就从苗圃买到呢 他们建议和它原来的盆里面羊羔 不要深了也不要浅了 但是呢,熊四你可以深埋 因为它深埋了以后呢,它这些节点的地方呢 都会生根 那么生根以后呢,会更充分的养分 也能使呢,熊四呢,就是在花盆里面呢 或者在土里面呢,能立得住 因为它熊四你知道,长大了以后会结很多果子 如果那根比较不发达 不固定的话,很容易抖 即使是你给它固定了 那么它根多了呢,它这个镜也会出什么粗状 你看我送一个小花盆里面,看不看到我这熊四 一一尺,两尺高 然后那个粗呢,那有两公分左右粗 这样呢,我就给它,你看 放在 笔量一下,差不多 一个盆里当然只能种一颗了 很简单,种起来就很简单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操作,对吧 然后呢,我在这个 打花盆里面呢 昨天呢,我把土放进去里面土了以后呢 我给它加了点鸡粪 熊四比较喜欢水和肥的 保证水和肥比较充足 我这个土,不会说是把这个盆盖满 我会留出一两寸的空间 那么顶上呢,我会盖上浇碗水以后呢 给它铺上一些 树叶,殴的就是差不多的一些 还没完全殴好 这样呢,一个是防止水分的蒸发 也,第二呢,防止一些杂草 第三呢,也慢慢给它补充营养 这一棵,就这样种好了 我给焦黄水,底下弄上树叶 就是可以了 慢慢我再把其他三棵种上去 好,谢谢大家收看,拜拜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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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